你见过这么嚣张的艺人吗 敢怼天怼地怼网友 河南受灾 网友一句 你捐了吗 人家怼一句 我捐的是你啊 孩子 我一时冲动捐了你 不限回家问问你妈 网友说一句 你改国籍了吗 人家反问一句 你爷爷改了吗 网友说一句 你们演出发票不 人家来一句 发疯狗 你排第一 如此明目张胆和网友过不去 还真是头一次见 网友气不过 纷纷评论 捐人州 众筹州 一笔之道还之彼身 而这位和怒怼网友的 就是相声界得以双心的老艺术家周伟 他不仅是江坤的关门弟子 还是国家一级演员 北方演艺集团总经理 以及曲鞋内部的重要成员 以上的问候母亲的言论 怎么看都不像是从文化人口中说出来的 和这个外表看起来 文质彬彬 文文尔雅 艺术家更是格格不入 周伟在消停几个月之后 没想到 如今再次站到了央视的舞台上 还大摇大摆地做起了评委 不过江坤的做法 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以上 周伟对网友的言论 是在河南受灾的时候说的 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平时没有什么流量和话题的周伟 还登上了热搜 对网友的话也成了自己的包袱 什么包袱啊 不过是逗了观众的包袱 也不是什么财富 而是思想包袱 对网友言论的回击 周伟回称自己的社交账号被盗了 那些话并不是本人说的 还贴出一张照片 称自己已经报警 等待警方的处理 可能觉得观众慢慢就忘了吧 为了进一步打造自己的良形象 周伟连夜赶往河南救灾 带着一大卡车的方便面 和矿泉水前来救援 车上还贴着大大的横幅 周伟支援河南救灾物资 到了地方后 周伟辛苦搬运物资 摄像也是从白天忙到晚上 事后发了一条动态 放了18张照片 还爱到了10家媒体 实实在在的为自己宣传了一瓦 不过都过这么长时间了 并没有看到回职以及后续时间 也不知道盗号贼抓到了没有 由于事件到现在也没有个结论 导致观众只要一看到周伟名字 就会想到捐人事件 盗号事件 接着就是一顿狂轰烂炸 国庆前一天周伟发一组动态 称自己去给鹰猎献花 有网友却说 人生在世全靠眼界 这次没被盗号吧 讽刺的声音充斥着评论区 如今周伟再次付出录制综艺 这也是他在盗号风波之后的首次现身 据说是受邀参加央视星光大道的录制 还担任了评委 身穿一身西装满脸笑意 精神状态看起来不错 似乎已经摆脱了直线的影响 刚刚46岁的周伟已经满头白发 看起来颇显老态 有网友发出质疑 最近的晴朗行动 不是不允许师德一人参加活动吗 周围有过那样行为的艺术家 堂而皇之地登上央视 合适吗 还有人质疑 作为江坤的关门弟子 徒弟犯错了 难道师父一点都不知道吗 其实有一次 江坤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被记者问到了这件事 江坤称 自己平时很少上网 并不知道徒弟的这个事情 一句话就把这个话题给遮掩过去了 之后再也没有人 在江坤面前提到这件事了 这次周围上央视主持节目 您各位说江坤能不知道吗 江老师既不说知道 也不说不知道 外人看起来有点模领两可 但是背后两人说过什么 做过什么 谁又知道呢 不过从即将开办的 飞移校舍大会 还是能看出一旦端倪的 这次是第三届飞移校舍大会 前两届都有周围的身影 这次周围却缺席了 而作为大会领头羊的江坤 能不知道这个事吗 所以 不请周围也是有原因的 这也从侧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包括在9月初 天津北方演艺集团 举办2021年重点项目推介会 这次的推介会 是集团首次 集中全面展示 各项优质资源的重大项目 董事长和副总经理都到了 而作为总经理的周围 却没有到场 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件事也没有那么复杂 只要周围能态度诚恳的 给大家一个交代就行了 如果真是自己犯错 大方的道个歉就完事了 即使人设崩塌了 但口碑还在 一直这么死扛下去 那自己也只能打碎牙齿 往肚子里咽了 这个包袱 很有可能要背一辈子了 所以人民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公道自在人心 别把老百姓当瞎子 如果周围有一天真的道歉了 大家还会原谅他吗 欢迎留言评论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江山父老能容我 长按点赞让我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